大家好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墨兰 有很多花友在夏季养的墨兰 出现了发黄肾剂不长牙的情况 特别是施肥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这两种肥千万不要给墨兰丝了 首先第一种就是复合肥 为什么复合肥不能给墨兰丝呢 因为复合肥所含的氮磷钾元素是相当的高的 而且它的浓度也是超过60%了 就比较不适合墨兰使用 避免它会出现烧肝的现象 所以不建议大家使用复合肥 特别是夏季 另外料素 料素里面含有碳神二氨 还有碳神氨 就是碳、氮、氧组合而成的 所以夏季也是比较不适合墨兰使用 就是它也是会出现烧肝的现象 所以夏季这两种肥不要给墨兰使用就可以了 如果担心它不生长不长芽的话 最好使用微生物有脂肥是比较好的 这个它是不会出现烧根的现象的 而且这个肥力肥瘦可以长达一个多叶的 所以使用这个也是比较方便 这个肥瘦也是相当的好的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盘就是用了微生物有脂肥 它这里长出很多新芽了 大家看一下一整盘都长满了 所以夏季这两种肥最好不要给墨兰使用 就刚才说的它会出现烧根的现象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这两种肥料是不能够给墨兰使用的 好了下期再见